这是一张很有趣的小画面 一台钢琴 三个不同宗教领袖 一起弹出一首美丽的音乐 他的标题是用John Lennon的Imagine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希望所有在台湾的人都可以 共同想象一个和平共处的和平的生活 哪怕我们的政治我们的选举 再怎么纷纷扰扰 我们先进一段VC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现场 大概离投票日好像只有149天 昨天卢秀燕算是150天 那如果没算错 先扣1天 149天 那蔡总统当然兼党主席 对于民党选情 执政党选情 从全面执政 那开始担心说 有些过去很重要的执政县市 有可能在选举中落败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开个小玩笑 有点感到焦虑 OK 蔡英文总统跟绿委参序 坦言双北宜兰 选情艰困了 那他也希望说所有的执政同志 同志们都把他当作是自己的选举 一起来到底打拼了 那包括陈欧某委员 他要竞选宜蘭县县县长 他也当场在向陈菊秘书长说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但阿俩这也说 可以了 没问题了 OK 建民兄 怎么看这一次这个民进党的选情 很多民调 都包括陈欧总统 这个台湾最有名的政治观察家 他都提出说 有点危险 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 希望小英总统能够到处下乡 去帮助这些候选人 其实不下乡还好 越下乡越下乡越糟糕 如果每一次下乡都是这种大阵仗的话 会害死这些候选人 因为当初我也被害过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话 就是执政党的政绩 那为什么在北北基这边 北北基以这一块的基隆还好 在其他这几个地方 他的一个选战压力很大 那因为整体的 整个执政绩效不好 造成了这些地方相当大的压力 那另外一部分 民进党目前的选战的打法 我也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偏差 因为民进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在业党 他是一个执政党 对于台湾整体的发展 应该是更具有团结人民力量的一些作为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我这一次看到民进党 至少在台北市目前的打法 那我非常不能够接受 也就是说他今天选战的打法 基本上就是反正我就是要绿的归队 那绿的归队会造成蓝绿对立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在这部分他目前的打法就是 柯文哲跟丁守宗是蓝的 我姚文志是绿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把柯文哲打得非常蓝 打到非常红 那这样的话绿的才会归队 那相对的就这一块 这种打法会造成民众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反合 包括今天丢鞋子这个作为 其实就是相同的做法 因为民众受到这些刺激之后 这些支持者受到这些刺激之后 他不会去明辨相关的示悲 或者相关的这些利润的基础 或者实际的作为 他直接这样认为 接受到这些媒体的宣传 还有这些相关的候选人 他的一个说法 他就觉得事实好像就是这样子 所以造成台湾的社会更大的对立跟分裂 那这样对台湾后续的团结性 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老实说身为一个总统 一个执政党 更应该强化对于各政党 各党派或甚至不同的信念的支持者 更大的一个凝聚力 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 蔡主席可以支持民进党的胜选 可是蔡总统更要在胜选之余 或是不管其他胜选的结果 都应该要永远要团结这个国家 因为他是总统 他是总统 至于选战的方式 选战你秘书长去打 那秘书长去打 其实你在选举的规划的作为当中 民进党不是第一次选举 但是你不能用 以前在野党这种悲情 拜托 现在台湾是民进党在执政 又不是国民党在执政 那你应该把你自己的 相关的两岸政策 应该怎么样去做 跟中国产生最大的互动 去保护台湾最大的权力 保障台湾未来的生存发展 这些作为去说服民众去支持你 如果再用以前的这种悲情 或者用这种蓝绿分割的方式 去打这个选战 台湾永远都陷在蓝绿对立的混战当中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帮助的 要记得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OK 这个清雲兄参与政治 过去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媒体工作者 我之前在提到说 蔡总统在就职两周年民调的时候 我用了这张手板 是我观察蔡总统之阵 我对蔡总统了解有限 我都很透过他身边一些朋友去了解他 我认为蔡总统是一个单纯的人 可能很多人反对说 理解公法有问题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认为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他的单纯 有时候反而在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面 会有点水土不服 我这句话也常跟民党朋友分享 特别是有权力制定 民进党选战总策略的朋友们 敌人并不真正存在 如果你开始寻找 敌人就会无所不在 朋友多一个 总比敌人多一个 好太多 而且好非常多了 建元兄 你怎么看这次蔡总统 对整体民进党的选战的焦虑感 特别在首都这个部分 很多人都说本来 很背向一肩手 吃到那边的 vou 我非常认同 刚刚建明兄所提到的 蓝绿的对立 意识形态的对立 确确实对台本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且对于这个执政党 也就是民进党 他的执政的这样的一个顺利 这样一个smooth的一个程度 确实受到严重的一个灼伤 所以说了严重的灼伤 事实上我们来看 为什么蔡总统 也就是民进党执政 这个他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好像人好像还蛮 没有那么复杂 他蛮单纯的 我个人的观点 那我认为他的状况 这一方面跟马英九 是也有点像 其实马英九 可能也有他单纯的一面 大家也这么认为 蓝英这么认为 也这么认为 说马英九事实上 这个好像也没有 一般传统政治人物那么复杂 可是两个民调度不高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我要讲究 民进党执政了以后 当然面对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 可能是主客观环境造成的 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 我举例也讲 比如说劳工的 雇主的 一例一休 这个问题 这个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直被拿出来批评 比如说你要做非核家园 可是电力的问题怎么办 怎么解决 年改的问题 当然是最近冲突最大的 也是造成不断的 成抗的一个主因 那另外 两岸跟外交 大到两岸外交的问题 小到一包烟 涨30块 昨天晚上 我看了一个老先生 拿了一包烟告诉我 我绝对不投民进党 因为他让我们一包涨30块 我们无路可走 这糟糕了 对不对 连烟都是问题 农产品 古建商农的问题 包括水果 蔬菜 这种所谓的 害到我们农民 很多人没办法生存的问题 像这些问题的话 执政党他都必须要面对 他只要面对得好 他的民调就会起来 如果他面对得 尼尼拉拉的话 各单位尼尼拉拉的话 他当然就起不来 没办法 你是执政党 跟国民党当时 当执政党一样 你大如一头大象 我随便设一个飞镖 都可以设到你 所以这就是执政党的困境 那基本上来讲 目前北北宜 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 确确实实是民进党选情 目前来看是最艰困的地方 其次其实台中市 恐怕民进党的选情 也不怎么好过 也不怎么好过 大概桃园是最稳定的 南部很稳定 但是关键的台中市 关键的台北市新北市 目前来看选情 就民进党来讲 其实并不乐观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蓝绿的对立 似乎太严重了 蓝绿对立太严重以后 选民尤其是范中间选民 范中间选民 包括淡蓝的中间的淡绿的 这范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 我也不喜欢蓝绿对立 我希望现在流行讲一句话 叫无色觉醒 对不对 反正全台湾94%都是无党级的 大家开始觉醒 那觉醒以后 那当然以柯文哲来讲 他过去就是要说 他是白色力量 对不对 他取的就是中间选民 年轻的族群 这种族类的认同 目前在台北市 我来看对柯文哲是有利的 那对新北市来讲 因为新北市没有柯文哲 没有柯文哲的情况之下的话 似乎来讲 过去长期以来 比较取得年轻选票支持的侯友宜 却就占尽了优势 又占尽了优势 再加上民进党的执政 让苏贞昌也受到了波及跟拖累 让姚文哲当然也受到波及跟拖累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对民进党来讲 在台北市 新北市 我认为是非常艰困 那么就中南部来讲 包括桃园来讲 就要看每一个县市长 民进党的执政者 他本身他自己做得好不好 变成用个人 而不是用中央民进党执政的结果 是我个人像桃园的郑文燦 他就口碑非常的高 好啊 民调也很高 他变成个人的这种形象 来克服民进党目前被外溢 这种所谓的负面的波及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民进党其实要调整游位为晚 那应该要赶快正衰起弊 正衰起弊 刚刚我说的那些各个问题 应该拿出一道办法来 让老百姓觉得你是一个 有能力的市政党